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自2012年中国好声音开播至今 这档音乐综艺节目已经举行了十年了 而这档节目在每年夏天开播 并且在每年中秋节和国庆节 都会设置单独的好声音演唱会送给观众 而今年是这档节目的第十周年 除过导师由四位变成八位之外 中秋晚会也有变化 不再是由以往的导师带着学员演唱 而是变成由实际优秀学员共同带来歌曲 并且今年的晚会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一场演唱会 而是一场十周年颁奖典礼 颁出多个奖项 其中周深获得大奖 在今晚的中秋晚会上 节目组颁出了十周年特别奖项 其中包括最佳原创奖 最佳翻唱奖 最有爱班级奖等多个奖项 而其中第一项公布的奖项为破圈舞台奖 由目前最火的周深和郭蜜的大鱼 万尼达的牛仔很忙 以及打包安琪的权衡天下共同获得 奖项由新代替纳英的导师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 和导师助理张碧晨共同揭晓 值得一提的是 周深郭蜜正好是纳英战队的学员 周深参加节目时虽然早早被淘汰 但他绝对是从这个节目走出 目前最火的歌手没有之一 而周深今晚更是参加了央视的中秋晚会 成为了鸭场歌手 这足够可以看出他目前的成就 虽然今年央视中秋晚会 和中国好声音中秋晚会都是录播节目 但他以前没有出席参加颁奖典礼 只有郭蜜一人参加 颁奖之后 他还和邢寒明共同带来了大鱼这首歌曲 不过 有不少网友认为 节目组这样做是为了蹭周深的热度 这样的事在本季已经被网友吐槽过很多次 本季节目刚开始 播放短片中有周深 就有网友表示别再蹭热度 而在之后空余登场 有导师表示他向周深后 有很多网友更是直接表示 别再蹭周深的热度 这次颁奖更是 有很多网友认为 颁出这个奖就完全是为了蹭热度 不过在我看来 不管如何都恭喜他获奖 而获得十周年原创歌曲的 有宋宇宁的《三巡》 赵子华的《一滴眼泪的时间》 本季学员一家的都不懂时尚的 反正 王静雯的《讨》 本季原创歌曲很多 但与网季相比还是差一些 而之所以本季歌曲占比多 有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重点培养本季学员 而王静雯能够获奖 更是重点培养 除过获奖之外 他还是除过四位小导师之外 唯一一位单独演唱一首歌曲的学员 而至于其他奖项 基本与网友想象的差不多一致 不得不说 在十周年之际 节目组也非常用心 邀请很多往期学员 再次回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也给满观众回忆 只不过可惜的是周深 梁博未能回归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